李强的首秀 一个小时25分钟 我都快睡着了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 引号的记者会 真任性 就是设计的 不遮不掩 为什么我说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记者会 没别的 您看 问题提的太好了 都是领导想回答的 第二 领导回答的太好了 因为准备的太充分了 第三 翻译的也太好了 这翻译 真是No.1 还有什么 你看他话总传递的 太结实了 然后呢 所有的 关心这场记者会 人们在关心的所有的问题 几乎都没有 并不是说提的所有的问题 大家都不关心 而是说大家更关心的一些问题 一个都没有 然后果然 我说他太任性了 什么 华春莹 还真就缺了 两个人 分工 然后华春莹这边呢 叫的都是他熟悉的 所有的提问的环节 所有的问题 一切都是精心准备的 朱镕基刚当总理的是98年 搞记者招待会之前的时候 还特意嘱咐 不要 事先设定问题 我们现在 真的就是不遮不掩了 那么 简单回放一下 大家鼓掌 进来 总理和四个副总理都来了 当然了 从头至尾 就一个人说话 四个副总理 陪太子读书 李强呢 应该是略行紧张 入场招手的时候 很不自然 到了座位前面 让大家坐下 说那个分手做的 初学乍链 整个的过程 回答的整个的这个过程 李强 有点像李克强了 就是手势 不少 但是区别于李克强的呢 是他的手势的幅度不大 然后就开始 入戏了 第一个问题 康徽 就是 为新总理开场 前面有提词器 然后再加上几个月的准备 李强这稿背的 非常非常直顺 第二个问题 就到了 第一个问题 李强回答的呢 我觉得 说了说自己的这个定位吧 是什么呢 说把党中央的 习主席和党中央什么 这些个大政方针 规划图 变成施工图 那就是说 国务院 新政府 更多的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 然后什么呢 这个 机动力量 推动 高质量发展 抓竞技 第三 坚禁不移改革开放 重复了他在浙江时候说的老话 叫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 这就是一个总的 一个亮相了 或者说 算是什么呢 就职演说 不能叫演说 就表个态 第二问 华春莹就开始 出手了 点了一个呢 说是美国的媒体 我们是没听说过 我说搜了一下 也没搜着 然后呢 还是一个亚裔的女记者 看着像个华人 然后呢 由他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由一个美国记者 提的是个经济的问题 提的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这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吧 这应该是李强 也是熟悉的领域了 然后呢 吻字当头 吻增长 吻物价 吻就业 然后李强呢 这个 还有点文采啊 别都不说 这成语典故一下 说的是一溜啊 大雨治水 于公于山 惊略天海 跨夫追日 然后来的句诗叫 长风破浪 也不叫诗呢 还是八个字 长风破浪 未来可期 回答的太溜了 回答的太溜了 但是这个问题提的好 因为是美国记者 你看 第一个是中国的新华社记者 第二个呢 是个美国记者 尽管是一个华裔的女人 并且这个 美国的什么媒体 我们也不知道 这问题提的好 第三个呢 以前的第二中央电视台 现在已经被央视彻底的 回到了央视区 为周全部管 凤凰卫视 并且还是我们熟悉的狐狸 提的是香港澳门问题 李强 表达了中央政府几个权力支持 第四问 回答的时间是最长的 因为这是李强最擅长的 也是我们昨天说 这个 李强是总理的 还是秘书长的 李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理的时候 我们说他 执政治下的这个未来几年 中国经济是什么样 我们说资本主义大发展 民营经济大发展 就是资本主义大发展 第四个问题 问的就是民营经济 提问者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 全部 联合早报跟中国多好啊 跟这个谁 跟这个包括华春莹 他们的关系都多好啊 联合早报 民营经济的问题 这个不得了 这个李强 这简直是意犹未尽 说完了都觉得意犹未尽 但他说的中心的点 和我们昨天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昨天说 民营经济会大发展 资本主义会大发展 然后呢 这个 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 民营企业家的这个生存环境会越来越好 然后什么呢 这个 企业家精神将大大的弘扬 我们今天这些 我昨天说的 今天在李强的回答里面都有 他说什么 他说是提着民企信心 促进民企发展 提着习近平到这个 政协会是看代表的时候啊 提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 说民营企业家们都备受鼓舞 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 然后就说了 民营企业 今后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 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 将保护产权和企业家权利 说民营经济未来大有可为 说 时代呼唤企业家 铺写新的创业篇章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坚定信心再出发 什么弘扬四千精神 就是这商提出的 我以前 什么千山万水 走深千山万水 然后你千言万语 也跟你说千万百计 怎么着 四个千 然后鼓励创业 说全社会要尊重企业家 要尊重创业者 这是李强回答时间最长的 一个问题表达的最充分的 从头至尾 关于经济问题 这个是总共回答了十个问题 那么从头至尾 没有提到任何 比如说怎么样强化国企 我说什么没有 我说昨天 昨天我们曾经说 下一步一定民进国退 这一定是大势所趋 这个中国 社会与中国留下的最后的 那么点红利 最后一块蛋糕 就是现存的那些个大型国企 这个深化改革的问题 呼之欲出 这是我昨天说的原话 第五 澎湃新闻 上海 以前文汇报 东方早报 东方早报 后来变成澎湃新闻 我的同学 在那 抓呢 澎湃新闻 依旧是 稳稳当当的 就业形势 人口问题 延迟退休 但是这个呢 我是不太熟悉 因为离开国内时间太久了 但是我听了几个呢 我有些疑问的 这个李长的表达 他说中国现在有九亿劳动人口 他说他信心很足 他觉得 这人口不成问题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有九亿劳动人口 我不知道是九亿劳动人口 扣除老 弱病残 和这个孩子们之外 这九亿劳动人口 从哪来的呢 数包括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不知道 九亿劳动人口 然后说人口红利好像没有 这好像还有人才红利 因为大学生多了 好吧 好吧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扎心的一个小短视频 说一月赚三千块钱的农民工 现在没人干懂 你给三千块钱 但是你要出三千块钱 招大一生 一堆一堆都上来了 而 抢着一个月三千块工资的大学生 就是那些个 不屑于赚每个月三千块钱的农民工 辛辛苦苦工出来 这确实是个扎心的事 但这里强 这里强这是人才红利 关于延迟退休的问题 他明确表示了 研究啊 什么干嘛 但是最后说的是 合适的时候 稳妥推出 就是延迟退休 这个估计是不会变了 准备好了 大家 到第六个问题 华春莹 乌斯维克斯坦人民言论报 这都跟华春莹私交都是很好的 这 华春莹这场记者会 华春莹贡献不菲 像跟秦刚那场外交部长的会议 那贡献比那还大 我估计 然后问到什么问题 防疫政策的问题 防疫政策 那么呢 这个李强的回答 说了精准防控 但是不提动态清零 然后呢 这个说两个月啊 就 意思就 就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了 但是 自自 媒体损失 回顾三年抗议 措施完全正确 他没说人类文明史的奇迹啊 前段总结会说 人类文明史的奇迹 今天他没说 可能是忘了 漏了 第七个问题 台海问题 对有人问呢 台湾联合报问的 问的是什么呢 蔡英文马上要去美国了 这些问题 你说 这 没有人问 人人问的是两岸交流的问题 怎么样 会台 是不是 文化 人员交流 人员往来 第八个问题 人民日报 乡村振兴 粮食安全 乡村振兴 这李强拿手好戏 李强在浙江当省长的时候 不就搞过 在浙江搞过一个特色小镇吗 后来习近平把他介绍到中央了 他全国都做经验推广了 特色小镇 就说这个乡村振兴 李强说的意思 还有文化并行 还有社会振兴 还有什么 不仅仅是粮食产量 不仅农民的生活改善 还有什么 然后不能千篇一律 乡村应该都各有特色 所以 这就是他基于他在浙江时期的特色小镇的经验 然后粮食安全的问题 他说要从耕地和种子上入手 要号召农民多种粮 我不知道前一段时间 这个农业部下的那个 什么转基因的那个玉米和那什么小麦种子吧 怎么推广的事 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多种粮是多种什么粮 说饭老老长在自己的手里头 能包不包括转基因种子 第九个问题 中阿卫视 不知道啊 中国和阿拉伯的什么呢 不知道 然后说到什么呢 说到对外开放 和中美关系 也没提中美关系 现在的意思就是你中国搞对外开放 现在中美关系有些摩擦 有什么你们怎么办 也没说现在的中美关系 横眉立目 刀枪相见了 差不多都是这种啊 没提这个 那么呢 这个李强回答就是千万百计留住外资外企 李强说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坚定不移的都要开放我们 中国都要开放的门只会越开越大 环境只会越来越好 服务只会越来越好 哎呀 叫什么 别走 来啊 要什么都有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不知道美国人回不回来 这个我前两天前天的视频说 看到这条新闻 美国政府已经宣布了 任何美国的公司或者个人向中国投资的话 必须经过美国政府的审查 我不知道这门开这么大人来不来啊 然后呢 说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哎 你看李强 我说在这个惊喜设计的一场记者会 李强说了 关于中美关系 秦刚外长那天都说了 我就不重复了 哈哈哈哈 一句话 我只说一句 要把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在这个去年下半年 就是这个G20会上达成的共识 转化成实际方案 嗯 然后说了 中美两国去年 7600亿美元的贸易额 真意思就是 你看啊 多诱人呢 中美可以合作 应该合作 合作大有可为 美国人民听一听啊 嗯 美国政府好好听一听 中国政府啊 音音呼唤呢 最后一个问题 新华社 哈哈哈哈 甚至都到最后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更不折不掩了 新华社记者 身边站着的就是拿着话筒的 传递话筒那个人 就在他旁边站着等着 哈哈哈哈 站起来话筒就拿起来 新政府的使命 啊 就是新一届政府啊 这样怎么做 哈哈哈哈 李强说 四大方面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 坚决守住连接底线 这跟他一开始开场差不多 对于自己的定位 对于国务院的这个定位 就是个 做一个执行的部门 提高创造性的执行能 创造性的执行能力吗 问济于民 调查研究 依法行政 然后自身要连接被腐败 没有 直接就宣布 记者会到此结束 四位副总理 从头至尾 我说陪太子读书 也挺好 也挺好 我以为还得让其他的总理 分别回答一览个问题 什么都没弄 这就是今天的记者会 这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 一场独角戏 一场表演 我说 连当年朱镕基的气魄都没有了 连温家宝 李克强时期的 那个相对open的 有安排 但是一定也有开放式的提问 你还能听到 闻到一些个 这个真正的 这种 当下此时你的关切 今天的记者会 大家关切的东西 一个几乎都没有听到 但这也叫记者会 但是这种记者会 我觉得太不自信了吧 但是把这个新总理 包装的很棒 那不就完成了 李藏的首秀 谢谢大家